常祖天人寺 德威三界雄 寿法四字后 广度诸有情 我们不要举 祖师大德 不要举这个例子 举什么例子 来佛寺 海贤老和尚 这四位大德的例子 他们这四个人 是不是天人寺 是不是三界雄 是不是受法四字后 广度诸有情 他们振作到了 这个意思就是 无论你在位不在位 在位 是佛 是菩萨 是阿罗汉 不在位 是我们 粗续 或者是 老修行 虽然是老修行 他没有这个地位 没有这个地位 也能做 也能教化一方 海贤老皇上 那个庙里 就两三个人 他在那里 教化一方 那 方云一年被离 乡下人都认识他 他常常救济 遇到这个 有灾难的时候 他种的粮食很多 别人为他吃的 送每一家就不识 他没有买钱 那他不识人 总是劝人念佛 劝人念佛 就是红发了 就是说法四字火 对人那么好 那么老实 那么真诚 人家感动 听他的教诲 这就是天人四 每一个佛弟子 都要学佛的精神 学佛的苦心 学佛的认真教化 认真教化 身形 也要 神做样子 教人 海鲜老和尚 我们看到记载 我是没有跟他见过面 听人说 见任何人说 满面笑容 非常谦虚 非常随复 人人都喜欢跟他接见 深陷 把人 一离之心 无界是善 三福六福 做出了个人 这就是天人四 这真正三界修 三界是欲界 四界 五四界 是指的六道轮回 说法 不说一句话 人家一见到他 马上就想起 南无阿弥陀佛 妙华 今天我们把老和尚的像 都做一些 到南洋 家家让人家挂起来 看到的时候 他就想到阿弥陀佛 我们同学现在都知道了 我讲经的时候常常提到老人家 都知道 看到像哪一个不念佛 那就在说法师之后 就在广度诸佑琴 我们看念老的诸集 常做天人四 天人四 是佛的设好之一 前面有之前面讲过 思 是老死 中国古人 重视 思到 也可以说是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 我们常说 两个字 第一个孝 第二个敬 那孝 以父母 则代表 敬呢 以老师 为代表 孝亲 尊死 父母 教儿女 要尊重 老师 对老师 不可以不尊敬 老师 教导学生 不可以不孝顺 父母 人 是这么教好的 二 是要 一子 而教我 做父母的人 不能说 我是你的爸爸妈妈 你是我的儿子 你要孝顺我 说不出口 不好意思说 要老师说 老师也不能说 我是你的老师 你一定要尊敬我 受不出口 父母就 刚 妙齐了 这个是 教育的大根 大本 今夜三复 把这种事情 列在 头两句 三复 第一复 第一句 孝阳父母 第二句 奉尸 四场 你看 学佛就跟着了 就这种两句 佛陀 是大小 是把 孝尽 两个子 做到 究竟 人们 是佛 菩萨 还轻一点 成佛才是 圆满的 孝尽 所以 孝根尽 这是根本 是应许 四农工商 过行过行 二 在国家 对于 郭君 现在讲领导 国家领导人 要尽重 忠是什么 忠于旧是小 换一个字 精神 完全相同 把 在家 孝顺父母 那种心 孝顺 领导 所以 称之为重 那么作为臣子 臣子要尽重 领导 领导 要认慈 领导是父母 要爱护 人民 人民一定要忠于领导 这中国传统 对于这些细节 讲得非常清楚 讲得非常多 三礼 周礼 一礼 礼记 专讲 这种事情 中国列过 五千年 不衰 今天还 心心向荣 靠荣 完全 完全靠 老祖宗 的 教会 这个教育 是老祖宗 跟老师 集合 达到 旧间院 父母 跟老师 不集合 教育 就失败了 都是做榜样 给小孩看 神教 你看老师 对佛 父母的 尊敬 父母 对老师的尊敬 小孩看到了 就学会了 教育 一定是 神教 摆在前面 没有神教 光有眼教 小孩不听 顺利欺骗他